大家好 现在就是有朋友给我发过来 一些抖音上的一些人 一些所谓的博士后 什么大写教授 就发的这些视频 他们说 其实风水 就是社会上的风水 都是假的 他直接的真正懂风水的人 可能一些大写教授才懂 而且甚至说 大写教授最懂风水 特别是建筑学的 那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说要吵架 就是我从我的观点上来讲一些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我怕很多朋友 也是给他们误导了 我说误导的意思是说明我不同意 那我不同意 当然我也不一定是对 我只想问大家一句 如果我说 这个大写教授是最能挣钱的 对吧 因为他教的是金融 他教的是怎么 就是经济 对吧 那大家可能就会笑了 那这样说的话 大写教授金融系的炒股 应该是最厉害的 那巴菲特的应该往另外一边去 对吧 你要说他们管理最厉害的 对吧 那政府官员都倒一边去了 对吧 或者是说企业组都倒一边去了 你要是跟马云 跟马化腾 对吧 或者跟曹德旺 跟任正非说 说企业要怎么管理是最好的 他们大写教授比他们厉害 对吧 那你觉得 你信吗 这个社会 有搞理论的跟实践的是两回事的 我觉得以前寒寒的那句话说的很对的 你不要把你这种所谓的爱好 或者业余的能力 跟人家吃饭的家伙比 那是完全没法比的 现在是当年是 那个什么百家讲坛里面 好多易经老师教授 都很红火 其实 说句不好听的话 这些人真的会算八字吗 真的会算命吗 你问一下自己 第一 这些人 做过一个风水吗 这个东西 我 问过很多朋友 我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遇到很多 这些风水大师 你看看他们有几个做过 池塘风水 跟 坟墓分数 他们看都不会看 绝大部分 我敢说几大部分 或者就是说的都是 根本就不懂 根本就不懂 所以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这个东西 我甚至看到有大学教授 有一个 国内并不出名大学的 一个 一个地理学的老师 也不知道是不是 郑教授 也不知道 他 他说这个风水学 是他自己悟出来的 他根据地质学 悟出来的 那你是 田地间第一人 这样的话 对不对 但是他也很红火 我看他 现在做风水 做的挺多的 因为他是大学教授 很多人就信他 就正如我们很多 很多人 他传上道士福 那大家就信他了 对吧 或者他到哪个道馆 道馆里面坐着 人家就信他了 就觉得 哎呀 这个很厉害了 这个没办法 很多人就是这样信 举个例子 我以前说过 我在 好像十年前的 我朋友前发过 有个人说 哎呀 到 我们到了 泰国一个寺庙里 得了个高声的指点 给我算了一个命 然后 我看他 问他算了什么呀 他拿给我看 哦原来就是我们中国的 称骨算命 称骨 称骨 就是称你的骨头 有多少两 是你是多少两 就是什么命呢 称骨算命 哎 这个在百度里面 都是免费的 你输进去都可以 原来就是 就请了所谓的 泰国高声 我们很多人很奇怪 他不仅仅是 不信中国的 他要信国外的 所以他觉得 泰国的高声 又比中国的高声厉害 而且 生人算命 就是道士 或者生人算命 又比我们这些普通的 真正的周易的从业者会厉害 所以人很奇怪 专业 不要拿自己的业意 跟你的专业比 这是一点 何况 我不是乱说的 因为我是专业出生的 我是路桥系 跟公民系的 跟公民建的 我就是专业的 而且新南威尔士大学 建筑系的 现在应该是 政院长 还是副院长 他是我老乡 我本身就这个行业出来的人 我没见到我的教授 真正会懂风水的 真的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专业性是不 不是你们随便想 我经常遇到 我一些客人说 我也懂一些风水 我也懂一些算命八字 你的懂 就像说 我们都会开车 跟专业率车手 那是完全两回事 对不对 完全两回事来的 我们家每个人的妈妈 都会做饭了 有几个真正的厨师 有几个是真正 出名的厨师 有几个是真正 有技术的厨师 对不对 那么我们每个人 都会做妈妈了 对吧 每个人都会做爸爸了 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做 可以成为是做 父母的专家 是不是 不同的 真的不同的 所以我 我说这个视频 主要是我发现 确实很多朋友 都会这样认为 这个 觉得是大学教授 他就什么都懂 博士就什么都懂 专业 不是你的专业 我不敢说 那肯定是你懂 但是在 风水命理界 你还是得相信 真正的专业人士 我主要是说这点 我怕很多人 误导 我现在抖音里面 什么人都有 各个都说是大师 各个都说很厉害 我这里说一下 我再继续说一下 我是阳光风水的 第38代船人 第38代地者 我是关门地者 干门地者之一 应该说 我大话说在前面 现在在澳洲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 我是唯一一个 目前来说 我说目前来说 那当然有人家 可能是他没从业 我是说从业的 从业的人 从业的师傅里面 我是唯一的 我是唯一的养工地 保证是的话 不会乱说话的 因为我们行业里面 我们是有传承 查得到的 你是不是谁 是不是真正的 这不是乱说的 后面我以后会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说 阳光风水 还有现在的所谓的八载 八载风水 悬空风水 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了解这个 风水的发展流程 过程历史 你就会知道 阳光风水其实是 不能说假的了 它是审市 是审市 是审大师自己误出来的 他自己也承认 他有一部分是误不出来 他是怎么误出来的 我不是说假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Google 他是跟张仲山后人 张仲山也不是张仲山 是张仲山后人 后人 搞了一本记录 日记 说张仲山 做了多少个坟地 然后呢 这个坟地的地址在哪里 他抄下来了 然后他自己 因为省市是有钱的 他自己一个个坟地去 或者是 已经扬载了 不只是坟地了 他一个个坟地去考察 考察出来的数据 他就自己想 误出来了 咸空风水 他很厉害 但是他也承认 有一些部分 我误不出来 就是套 套他的 他的案例 有些套不了 所以他有些地方 误不出来 所以他就没办法 是他创造的 仲山空风水 但是他也承认 有些地方 他是误不出来的 说明什么 在我们阳光风水里面 咸空风水 只是占了很小的一篇幅 是我们的 只是小小的几句话 它就成了一个体系 以后我可以放出来 我们阳光风水里面 是哪一篇呢 快给大家看一下 说他 咸空风水是 我们说是这样 不完正的 不究竟的 不究竟是哪一个究 就是我们所谓说的 说我们佛家的 就是说 他不是真正的完美的 他说他不是完美 他确实有些地方 还没误出来的 所以你现在说 如果你说 我是咸空派的大师 你是No.1 都没用 都没用 因为你们的老祖宗 他都有些地方 还没弄出来 你是根据你老祖宗的 那三本书 其实是三册 或者上中下 其实就一本 省事前空写 你们的老祖宗 都没有误出来 都没有写出来东西 你是No.1 又怎么样了 对吧 这东西 以后有机会 其实我跟我的弟子是说过的 以后有机会大家可以 你不信可以自己上网查 肯定有这样说法的 所以就是说 风水是有专业的 不是说 当然风水也很多是打酱油的 对吧 很多忽悠的 特别是 你要是拿着一个 穿着一个 一个和尚服 或者是道士服 对吧 或者是你是大学教授 你或者是什么博士 你忽悠起来更容易 这是真的 但是 确实 这个世界上也有真正专业人士 要不然 我们国家不会这么挽勇昌盛的 对吧 我们国家也有国师 不能说太多 国家也有国师 对吧 我们确实 真真真正正 几十年下来 比如说 我几个师父 他几十年下来 他确实帮了很多人 都改变了命运 甚至改变了家族命运 都很多 这些案例都不是假的 对吧 都是真的 就是 你 当然有一些人会怀疑 对吧 但是真正的案例 它是真的 对吧 我们说那眼见为实 对吧 那这个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就扩体太大了 我只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就是 传承很重要风水 不是说你这个 你读书很厉害 或者是说你挣钱很多 你说马云他说他是风水大师 你觉得呢 对不对 他哪有空气血 对吧 不是说你在这方面厉害 就是方面厉害的 对不对 你马云再厉害 你让你跟太神打一打看看 对不对 他说一钱都把你搞死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 术也有专攻 一定要尊重专业人士 不要乱说话 也不要乱吹 是吧 很多人读书人 他觉得他读书厉害 他就 或者是他是故意的 他在想忽悠 他想 他想挣钱 对吧 也可能有这样的 有些人他就真的是读书读得有点傲气 就自以为是 觉得自己什么东西都最懂 那那个博士说的这么厉害 你风水也懂得 那你这样说的话 你炒股炒也最厉害了 你唱歌也最厉害了 你搞给我看看 对不对 都有些人说话就是乱说 好 我这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